第11题 由某元素M构成的氯化物与氢氧化物 其化学式分别为MCl2与MOH2 请问此元素M在离子状态时 所含的子子素与电子素 最可能为下列哪一项组合 我们晓得氯离子是-1 氢氧根也是-1 那么它要Cl2OH2 所以表示是-2 那么就表示我们的M呢 应该带的是2正 所以呢表示它的子子数 要比电子数多两个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或者我们一个一个的检查 A子子数为12 电子数为11 子子数比电子数多一个 所以它带的是正1价 B子子数为12 电子数为13 那么电子比子子数多一个 所以它带的是-1 C子子数为20 电子数为18 子子数比电子数多两个 所以它带的是正2 诸 子子数为20 电子数为22 电子比子子多两个 所以带的是-2 所以呢 只有C是符合我们的 二正的这个选项 因此第11题问我们说 请问此元素M 在离子状态所含有的 子子数与电子数 最可能为下列哪一项组合 我们答案选的是C 子子数为20 电子数为18 式文化 5 4 5 3 4 5 5 5